我明天 但我感激烈是啊, 在12月9日, 我认为我们的练习 有一个消息的感染。 因为我们的那些感染状况 我们现在有一个消息。 我们的消息有一个消息的消息。 我对中国有一个消息的消息, 因為就是因為她被兩者的受訪 但她越來越受訪 對她會遇到她在這次 但她會遇到她的受訪 她一定會遇到她的受訪 是澆本在這次受訪 12月9號 她也不她的受訪 因為她是受訪 因为在学校的工作环境 其实大家偶尔都会讲族语 那觉得说其实借了这个机会 学习族语的话 那其实平常也可以跟同事 跟小朋友都可以用 简单的智慧沟通 不要可以融入大家 就是因为在柏玛国小当老师 那实在是不太容易 就是因为全族语教学 那老师对于族语的能力 也要特别的精进这样子 所以才来报考这一次的族语认证 我们在台中市柏玛国小的研 我感谢我那么容易 我们的主要的课程就是太亚文化课程 那我们很多部分呢 有一些太亚的词汇我们自己老师必须要 在备课的时候都需要用得到这样 那还有就是方便以后可以做田调啊 类似像这样子的对一些延伸的工作 我感谢您的课程就是太亚文化 我感谢您的课程就是太亚文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